好,今集還是繼續行這個舊州道的購物廣場 這個廣場除了表面那層之外,官方說它最厲害的就是一個...什麼? 垂直生長陸直下沉廣場 唉,這個名字好爆炮啊,頂你 講穿了你的地下商場 實在澳門人的我,走了二十多年了 下沉廣場的中間有個兒童卡丁車場 唉,這個不是重點,我肚餓啊 今天要吃的就是這間大重點瓶上面最有人氣的Soku 世日料理,這個名字覺得難讀又難記 但有你沒有理,試它吧 因為這裡做優惠是一元一隻鮑魚,真棒啊 環境來說呢,都是大陸的網同風 餐具都看得出是精心選購過的 就是那些金色好涼的那些 還有呢,它的檸檬水是特別好喝 還有任何喝的 我們就叫了四樣東西 第一樣呢,就是在做優惠的情況下 十三元變一元的 梅酒慢煮冰鎮鮑魚 怎麼說呢? 你想幾口包就沒可能的啦 都是外面幾元一隻的小鮑魚 但是針了梅酒之後呢,又不怕整口腥 鮑魚都很新鮮蛋 然後沒什麼特別的感覺 第二樣就是這個牛肉壽喜燒 細細就一盒,但此無此樣的 買盤做得不錯,顏色比例是很適合你拍照打卡的 但最重要是這個爐不知不覺的 使用在桌子上 煮了一會兒它就滾了 壽喜燒的汁是相當之重要的 這裡的汁就剛剛合格了 也不怕太鹹,鮮味也有 隨壽喜燒呢,它配送了一碗飯 雖然是普普通通的一碗白飯 但它的點精之處是在白飯上鋪了一堆香料的東西 吃下去是挺香的 第三位今天最推薦的山葵是鰻魚鍋巴 鰻魚這個食法我也是第一次敢吃 鰻魚燒到剛剛好的味 再加上底層脆到爆的鍋巴和紙菜 入口是各種爽感 鰻魚的軟香,鍋巴的爽脆 兩樣東西原來是這麼合格的 最重要是吃也不怕你 不過它只有幾個而已 最後一件東西就是這個啤酒煮辣蠅 沒有酒味,沒有辣味 蠅,還好啦 幸好剛剛完成了 如果這碟東西放在頭盤 你瘦皮啊 其實這個九州還有很多其他食物 很多東西玩 這次就吃到這裡了 下集我們吃雲大灣區 只要在期間限定片 再見啦 好餓啊